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现这么一则有趣的新闻 而且呢 绿色媒体已经引用了 所以呢 我再猜 可能这几天绿色的媒体 以及绿色的网军 可能会疯狂引用 把蔡政府吹上天 基于只要是民进党政府 想吹牛的事情 我非吐槽不可的精神下 我今天来吐槽一下这个新闻 什么新闻呢 就是美国有一个媒体 叫做今日美国 他们的执行长叫史密斯 他昨天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呼吁美国总统川普 一定要来台湾访问 当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 坦白说我是非常高兴 大喜过往的 而且我举双手双脚赞成 川普 你一定要来访问台湾 因为你现在反正选情低迷嘛 你防疫不利 经济也没搞好 只会骂中国或是夸自己 你除了这两件事情以外 你根本一无是处 而且呢 你对国际政策外交的无知跟愚昧 已经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美国在你疯狂无知的语言代理下 美国已经慢慢沦为一个恶流的国家 你甚至于连芬兰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也都搞不清楚 你还以为他是俄罗斯的领土 身为堂堂的美国总统 可是你表现出来的却是这么的无知跟无能 也难怪美国的老百姓要离你而去 准备转头拜登 所以当川普看到这篇文章 我相信依他仅有的低能智商 他一定也会考虑来台湾访问的可能 因为要是来台湾访问 对他的选情有帮助的话 他何乐不为呢 而且美国总统号称自由民主国家的领袖 但是呢 现在全世界很多民主自由国家 都已经布满美国账的状况下 我也相信 美国总统川普 他一定更乐意到这些 所谓亲近他的美国走狗盟邦们的国家里面 去走一走 享受一下 让这些群狗 环视在侧 对他热烈欢迎的这样的气氛 那种群狗欢呼万狗朝拜 心心念念的组织 终于出现在种狗奴才面前的那种盛况 我相信大家应该可以想象 而且大家也可以想 川普来台湾以后 他一定会想说 他现在终于站在反共的第一线 离中国最近的地方 因此呢 他一定会跟蔡英文在台湾的总统府 发表一封对中国非常强力的措辞 不但要痛骂中国 而且还要捧高台湾 这样子一方面可以塑造 他在国内 我就是要对付中国 美国第一的这种强大形象 而且呢 他还可以稳住所有自由盟邦的走狗们 告诉大家说 你们看我反共是多么的厉害 我就站在离中国最近的地方 骂中国 你们全世界哪有像我这么勇敢 所以这个事情 假如川普知道的话 我觉得可行的几率是越来越高 反正支持川普的美国老百姓 他们的智商也高不到哪里去 川普只要好好把这场政治大秀演完 这场在台湾用力呛中国 用力骂中国 然后说美国第一的这场政治大秀 把它演得完美的话 我相信对川普的选举绝对是有加分的作用 因此综合上述我说的 大家会不会觉得川普来台湾访问这件事情 并不是不可能 反正不管川普会不会来台湾访问 我现在就先假设川普会来台湾访问好了 那假如川普会来台湾访问 我就要先问蔡政府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假如川普来台湾 要不要先隔离14天 美国现在的疫情是全世界最严重的地方 假如川普来台湾的话 请问他是你的组织 你会不会隔离他 我就要看看你们这些美国走狗们 当组织来的时候 你们是会摇尾起连 磕头颅捣算的吃风他 任他为所欲为 还是你们会依照台湾的防疫法 先把它隔离14天再说 只要你敢把川普隔离14天 我就支持你蔡政府的防疫政策 要不然你的防疫政策就是假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川普来台湾 他要发表演讲的话 他要不要戴口罩 而且呢 与会人员包括你要不要戴口罩 假如川普不用戴口罩 而你要戴口罩的话 那这样是不是不尊重组织 可是要是你不戴口罩 川普也不戴口罩的话 那我再请问你的防疫在哪里 假如说你可以任由美国总统川普 他发表演说 让在场的人通通不戴口罩的话 那你蔡英文的防疫政策 就是双重标准 就是独厚美国人 而排斥其他国家的人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川普是一个生意人 当他来台湾被你们这些走狗 伺候的舒舒服服以后 我相信他走的时候 绝对不会空手而回 他一定会想跟这些走狗们 要一点东西 那最直接东西是什么 当年就是钱 不要说我胡说八道 我们可以看到 川普在之前访问 韩国跟日本的时候 他都是恬不知耻的 大喇喇的 直接伸手跟韩国日本要军费 更何况你这个台湾是走狗里面最小的走狗 平常组织不来 你们都每个月 每年都要固定奉上资金的状况下 现在我组织亲自来了 那你们这个时候不给钱 你们什么时候才要给钱 他觉得 反正我是组织 你们是走狗 我现在保护你们 你们给我钱是应该的 所以我现在就问蔡政府 假如川普万一来台湾法文以后 他走的时候 跟台湾省手要钱 你蔡政府给还是不给 当然我知道 你99%的几率是一定会给的 但是就算要给 我希望台湾老百姓 你们自己也要觉醒 就是这些钱都是大家纳税人 辛辛苦苦赚下来的 可是蔡政府他们根本在给钱的事情上面 从来没有问过纳税人的意见 他们想给就给 请问你们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你们要是容许这样的事情 一而再再三再发生的话 那台湾的纳税人 你们就是帮美国人打工和走狗 这又有什么疑问吗 所以以上这些论述虽然是我的猜测 但是我就是要先讲出来 告诉台湾老百姓说 万一这件事情真的发生的话 那台湾该怎么应对 老百姓你们应该知道什么样的真相 万一川普来 他真的不戴口罩 他把病毒传播给台湾 而且万一他走的时候 他就是要跟台湾老百姓拿一大笔钱的话 那你们应该怎么样的告诉蔡政府 他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还是你们就是要继续纵蔡政府 他胡作非为 他乱花老百姓的钱 而且把自己沦为当美国打工了走狗 今天做这一集其实觉得有点感慨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今天是七七事变抗战纪念日 在几十年前 中美曾经联合起来并肩作战 对抗日本这个邪恶的轴心帝国 没有想到几十年后 中美两国不但成了生死仇敌 而且几乎美甸恶言相向 虽然中美两国的关系 或许不像我们看到表面上这么恶劣 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中美两国在几十年前 那段曾经共同作战的美好情谊 已经再也一去不复返了 七七事变抗战纪念日 以前在台湾每到这一天还会举办很多各项的纪念活动 可是这几年 尤其是当民进党执政以后 这些纪念活动就再也一去不复返了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想象 为什么台湾人对于日本曾经占领过台湾这样的不堪往事 比如说屠杀台湾人 奴役台湾人 把台湾女人当未安妇 不把台湾人当人的这段往事 不但刻意不提 而且就算想起来好像仿佛没有事情一样 觉得这些事情做的都是对的吗 台湾人难道真的是畜生投胎 而且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人 觉得当年把他从日本手中救出来的中国 不但不感谢 而且现在还要刻意抹黑打压 扭曲中国所做的一切 做完这些还要去投靠 曾经奴役打压 蹂躏台湾的这些日本人 我真的不晓得台湾人 你们到底是有没有把自己当人 还是你们就是要承认 你们一辈子就是一个狗奴才 你们喜欢做这样的角色 你们才会觉得睡得安稳 日子过得下去 或许我这样骂台湾人太过严厉 可是从种种迹象看来 我除了用这样的方法来解释 台湾现在这些奇怪的 反中国亲美日这种现象以外 我实在找不出任何答案了 或许大家会觉得我这么说 以偏概全讲的太过分了一点 因为我不该一杆着打翻一船 台湾还是有一些人 并不是这么支持民进党 并不是这么如我所说 把美日当组织 把自己当奴才的 是的 我相信一定有这样的人 但是我发现好像越来越少了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 不管蔡政府做什么 说什么 他再滥用权力 他呵斥大法官 他把钓鱼台送给日本 大家好像都无动于衷了 假如对这样的一个基本 保护自己以及基本的国歌 我们都做不到的话 那我刚才那样形容台湾人 我们越来越往下成为的这样的现象 又有什么错呢 七七四变虽然离我们已经很远了 可是没有这个事件 台湾又如何有机会 能从日本手上解放出来 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地区呢 我为什么称台湾是一个地区 而不是一个国家 就是因为民进党政府 你就是一个诈骗集团嘛 你在选前 一天到晚喊雇主席爱台湾 你要台湾独立 可是为什么选后 你这些事情都再也不说了呢 而台湾老百姓你更好笑 为什么你选前 既然支持蔡英文的雇主席爱台湾 可是为什么选后 你就不强力监督他 要他赶快宣布台湾独立呢 台湾老百姓 你们真的是人格分裂 而且是让人完全不懂的一群人 像这样的一个诈骗犯 你们都还可以隆忍他继续执政 继续当你们的领导人 那请问一下 我说你们是美日的走狗 又有什么不对呢 北宋的岳飞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就是当宋高舟问他说 国家如何强大的时候 岳飞就说了三句话 说文官不贪财 武官不怕死 则天下太平也 当我听完这句话以后 我才知道说 原来天下真的不太平 就是因为这三句话 根本从来就不会实现 我们就拿台湾来讲好了 现在的台湾是文官不贪财 武官不怕死吗 文官不贪财不是不贪财 而是文官不怕死的贪财 武官不怕死 并不是武官不怕死 而是武官不训练的作死 所以台湾的文武百官 现在是文官不怕死的贪财 武官不训练的作死 像这样的一个文武百官的素质 台湾还想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我觉得那根本就无疑是吃人说梦了 好那今天节目说到这边 谢谢各位收听